穿啥色的衣服呀 軟軟的經驗 我是那個原來不晚的紅娘小圓 我叫圓美良 馮玉祥 吉林市舒蘭市白急鎮 嘎牙子村 年齡65歲 民間所大一人 年收入3萬元 帶我們進屋看看 這小圓 你這豆條咋都娘了呢 那是早種的 後面厚重的美麗 你看那黃瓜在那裡 都沒有吃 黃瓜 黃瓜 你看那些東西 都紅了都爛了 這都爛地裡了嗎 這不就 沒有吃啊 我自己我一個人吃不了 你自己在家收起來也行啊 收了碗碗飯啊 也吃我也不願吃 別看大哥院子 雖然照顧得不精細 但平常對於自己喜歡的事啊 那真是12分的走心 冯大哥小時候 就愛聽人吹索娜 幹完輪活就跟著師傅學 大哥說 自己跟索娜結下的緣呢 或許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陪伴我幾十年了 從啥時候開始就是 我從我學的時候 我十四歲就開始學的 後來我就從而是學的 人家聽的時候你啥感覺 也當時小時候 一個不吃飯也去聽著 也去聽著 就吹這個嗎 在農村 但凡有個紅白喜事 都得請上古樂班子 出台演奏 也就是因為這個情況 這啥索娜能在啥時候吹 那也都是有講究的 我們吹一個大的唄 讓我看看就完了 平時不能吹大的 為啥呀 大意是辦喪事用的 就死人吹那個大索娜 這個是樂隊伴奏的 伴奏用的 吹大的我們跟前這兒有老人 他聽著那個悲聲 他不高興不一樣 常常行歸嘛 不到死人那個地方不去 吹索娜雖然不欺雅 但就是靠著吹索娜 馮大哥這些年在農村 不用種地也養活了全家人 那時候自己家的條件 在整個村子 都是數一數二的人家了 農村的啊 誰家要有一萬塊錢 就這一個村子幾乎沒有 沒有家存一萬塊錢 那錢相當時坑花 那那個時候你能賺多少錢啊 那時候我能賺一萬塊錢 七八年到八八年這個時間 就是八十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農村 一年就能賺一萬塊錢 就靠他 對 就靠他 那時候馮大哥一年的時間 有八九個月都得接活往外跑 三五天回不了家更是長事 馮大哥說 自己年輕時候 之所以能放心地在外打拼 都是因為家裡有個理解自己 也能照顧家的媳婦 男人無論是做啥 家裡他媳婦要是不支持 他都幹不了 他是今天是下鄉知青年 下鄉到我們這個村 我們就認識了 自己自己戀愛嘛 馬上你是不是在農村 那可拿 因為啥呢 他是知青年 我是專業兵 這不就比一般老百姓進一步嘛 他不就給他寫信 有時候一個月寫封信 他給我寫封信 一點點通過書信 就把感情拉近了 那你大哥當五年兵 你就跟他寫五年信呢 然後書信往來五年 那可 就是他這麼多年 走這麼多年 我還有時候還在夢裡 有時候還經常夢著他 當初妻子下鄉以後 放棄了回城的機會 而是和馮大哥 在農村結了婚 就是在妻子的支持下 馮大哥在外吹唆吶 也賺了不少錢 本以為家裡的日子 可以越過越好了 但沒想到 妻子的身體 卻出現了問題 我說大哥你這麼多年 還賺這麼幾錢 但是家裡頭 自己一個人住住小房子 嗯 他要是沒有病沒咸了 沒啥事了 正常生活還行 他主要是心臟 82年開始 開始就一點點有病 82年到90年 八年 嗯 老伴有病那些年 花了多少錢呢 哎呀 那就寄不去 嚴重大劑就上大醫院了 上基隱長處理 這一年你帶他去幾回呀 哎呀 二十回三十回吧 二十回三十回 嗯 嗯 那個就是外面有活大整啊 外面有活就有時候他嚴重我就不去了 那個給外面活那麼掙錢 然後又不能出國啊 還得各家照顧著老爸 嗯 不願意回 你自己一個人過了幾幾年年呢 一個七八年了 那年夜半的時候咋整呢 過年過幾 不過不過 就是隔壹頭 有點飯就對付吃嘛 對付就是對付活的吧 哎呀那你這日子過的也太難過了 就是嘛 要不說要找個老伴給我做點飯啥 別的我啥也不需要他跟我做 哎 那老伴就是來給你做飯 那也不容易 你就應該實行實意對他好 冯大哥想找個伴能互相照顧互相陪伴 而家住農安的張希文張大姐說 自己的晚年啊 就想找個真心實意過日子 最好能一起過田園生活的伴 我是那個原來不晚的紅娘美女啊 對對 張希文農安縣人 保姆工作月收入三千元 目前居住於家政宿舍 今天咋就是來公園見面了呢 我那個以前就當保姆 雇主家下崗之後就在這個家政 家政主席 家政宿舍那個 對對對 好了有活兒找活兒的時候 也比較方便嘛 直接可以上崗 因為大姐住在家政宿舍不太方便 所以和紅娘就約在了公園 大姐現在有退休金 兒子條件也都不錯 那為啥這個歲數還要出來住家政宿舍找工作呢 張大姐說自己實在是待不住啊 那能幹點就幹點兒這行車 能幹點兒就幹點兒 那自己都 我一直就是挺肅力挺堅強的這種的 這行車是不是頭半生 然後也沒想要什麼福 後半生行車 找個伴兒 這不行車互相能有個照顧嗎 這麼想 就願意哭哭 就這樣事兒 怎麼突然 不知道我 我都說到找個伴兒的事兒突然流眼淚了 自己工作了這麼多年 現在兒子都結婚了 也給兒子買了房 不需要自己惦記了 終於可以考慮一下自己後半生的幸福了 張大姐說 自己在前半生的婚姻裡太受傷了 大姐為了讓孩子有個家 這段婚姻維持了五年 直到丈夫和別的女人有了孩子 她竟然和自己提出了離婚訴訟 離婚後 大姐為了兒子打拼了30年 而現在決定在感情上邁出一步的大姐 就想為了自己 找個和自己心意的另一半 最起碼懂我的心情善良一點 因為我好像這一生來講 還挺不容易的 然後那個要過好後半生那種 比我大個三歲四歲的 就是最高的了 能接受就是去高冬生生活 待面事兒啥的 種小園啥的 要是農村的種小園也挺好 我可願意種小園的 我今早上給家還種 我自己吧 真要去尼巴拉 有一塊小地兒 人家起完土豆了 然後我還摘著牌子 今早上我給這大顆那個葉子 晚了還怕它不活 割那個大顆葉曬了 冯大哥想找個伴兒一起生活 彼此照顧 張大姐在婚姻裡受過傷 就想找個善良的人 一塊兒過田園生活 於是紅娘帶著張大姐 來到了冯大哥的小院 看看倆人是不是彼此 要找的那個她 姐姐你不是之前就說 就是喜歡有個小院 啥的種點菜嗎 那個農村的選項 是不是 對啊 大哥在門口等 好好好 你好 你好 我介紹一下 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個是那個 冯玉祥冯大哥 你好 你好 這個是張西文 張大姐 這就是大哥種的那個圓子 啥的 那個是小的 完了我上邊又蘸的包米 在褲裡頭蘸的包米 包米基本上 任人吃再好吃 差不多了 人家我一人吧 我都多了吃不了 這人的西螃蜜 全都爛地裡去了 大哥家自己也不咋吃 這都爛地裡都白虾了 就差個女主人 我就是純綠色食品 這小圓裡的全是草 也沒有幾個苗 你看那豆角架都乾不到那程度的 都往下摘 它這種過日的方式 我一看就是不是那種 不是比較剛強那種的 挺好的 哪方面挺好的 就是你說看那個 就看那個 個兒啊 五官啊 這樣是 現在就是吃到這樣時的東西可不多了 就你就在農村自己種點啥 對 有沒有柿子啥的呢 就是成熟的 有啊 幫忙忙忙一下 你自己拿啊 自己拿啊 有點那個啥呢 過勁了 過勁了 好 好 謝謝 大姐 腸子了 這 我沒擦呀 沒有什麼擦呀 我不喜歡吃 謝謝 你不喜歡 那我喜歡 那就放去吧 行 謝謝 謝謝 那個柿子多那麼老遠啊 咋 我一看他那柿子都被耗子吃了 那你們種那玩意 本身就是人吃的 你要耗子吃了 人還能吃了嗎 他覺得他好像是沒看動過 為啥呀 為啥呢 我給他洗柿子茶 他都沒解 你住高樓大廈 能習慣住這農村的平房嗎 因為我就是農村生人嘛 然後這個我挺懷舊的 喜歡農村 所以大姐還嚇過笑 也嚇過 有點農村啊 對 嚇過笑 等農村幹過農活啊 對對對 所有的農活都懂 他都幹過農活的 他這樣一說 我就心裡有點地兒 大姐的回答 讓大哥鬆了一口氣 看大姐今天的鄉親 一直挺在乎這個小院的 大哥說啊 可千萬不能因為這個事 毀了今天的鄉親呢 白蝦我飛去進中午了 前兩天下雨嘛 就落這樣啊 然後下四天雨 下雨之前這小學也怎樣 挺好的啊 那包米啥的都挺好的 最遲一下雨完了 你得像個過日子一樣啊 你看 你看這海棠活都不謹慎 你看沒有 一點都不健康 你看這健康嘛 誰敢吃啊 所以大姐你覺得就是也不是說 大哥他就是一根鍋子大地 主要是他對日子這個態度就 就不行 是啊 對對對對對 你們兩個都比較挺好的 但是從家庭來講 所以說不是我要求那種 是家裡較 對對 所有的形象啥的都不行 一人滿意 院子滿意 房子滿意 工資收益都滿意 那可能嗎 就這個年齡 你不可能找到那條 祝福妹妹 你講的這個幸福 美滿幸福啊 梁玉學 書籃世人 年齡55歲 目前大業 女兒每月給500塊錢的生活費 有雙保 從上次千年給接受到 現在這麼長時間 現在本來還是單身了 啊 上次相親啥情話跟我說 她抽菸 完還喝酒 完她說為了我能把菸記她 她說酒不能記 我當時吧 也就是挺執著的 我就是抽菸喝酒 那是絕對不行的 梁大姐說 上一次相親 因為自己太執著 實在接受不了對方喝酒 兩人就沒繼續相處 就是感覺到一個人 確定挺孤獨 後來大夥也都輸了 你就是不抽菸不喝酒的 你上哪兒去 梁大姐說 經歷了之前的相親 自己也放寬了條件 那大姐現在的生活狀況 有啥變化呢 蘇蘭這十五歲 後勤 完了 到上那兒就上班了 你就未來計劃到那兒就上班了 你這認識都咋生活啊 這也沒有收入 房間的孩子就是勾著我吧 我姑娘就是說 每個月給我那個三百五百 也就是零花錢 所以我就是說 這幾個吃什麼這個那 全都喝了 那你一個月就開支了 多些 給你拿三百五百 要是說沒有這個人情往份 我一個月三百五百就夠了 大姐現在自己一個人生活 吃穿上也有姑娘幫襯著 自己還交了養老保險 也計劃著找個工作 這說到想找個啥樣的另一半 大姐說了 找另一半 自己心裡早就有了標準 找這個愛人吧 就說他得有責任心 有擔當 因為那時候我記的非常清楚 我不是有點機會嗎 三萬多婚園機會嗎 這機會是啥機會啊 18年那年 完了我就是那個膽 把膽摘除了 就打那個手術了 那你現在把養老人身體 做完的手術有不影響嗎 不影響啊 我那個沒有什麼感覺呀 大姐你就是你這個債 你未來打算咋還呢 我可以打工掙錢 就是說我把我的房賣的 打個比方說 把我這個房賣的 我這個錢我也還上了 我就是也不用那個男人說 來承擔說我這個事 但是你假如說這個男人 他有沒有責任心 那就是說那就是他了 我個人吧沒去想太多 就是這個不是需要用他來還 但是能考驗這個男人 有沒有責任心 對呀 這會 打這樣是不是緊張啊 打這樣是 是不是緊張啊 打這樣 打這樣你好 你好 你拿 給脫鞋 你坐 給我吧 姐 進來就快忘了 我可以先介紹一下 緊張啊 我熱情 我介紹一下 這個是 馮玉祥 馮大哥 你好 你好 姐 你也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梁玉玺啊 從我這兒我非常簡單 啥也有 這都是大姐你養的花啊 對呀 我就喜歡養花 來養魚 這是我自己摘的 我爸一摘小蔥的時候 大哥 我就買了五塊錢的小蔥 就全摘了 不就密麻麻的嘛 然後我就見著吃 就我這個阿比當小弟兒 其實我一直吧 就忘不了農村這個生活 我就不知道 馮大哥第一眼就鄉中大姐了 大姐對農村生活的喜愛 也讓大哥心裡的顧慮 徹底放下了 但這個時候 大姐竟然主動說起了自己簽的債 大哥會通過大姐的考驗嗎 完了我現在吧 就是怎麼說呢 他有點急 有點急 我這急用吧 三萬多塊錢 不到四萬塊錢 想要走在一起 什麼都要他透明 被藏著一眼是不是 是的 就說是 我這個錢 說那個 你能幫我承擔你就承擔 說你不能承擔你 我也不用我自己來還 因為啥呢 我還能那個打工是不是 我一把拿出來給你 暫時還是做不到 我就得找你 咱們一年的收入 我的一年收入 缺了讓生活費用 剩下的錢 我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得需要時間 我給你點贊 這就足夠了 看來是打動了兩大姐 大姐之前就跟紅娘說了 除了考驗對方 是不是有責任和擔當以外 如果他有一技之長就更好了 那精通各種樂器的大哥 會不會是大姐心中完美的另一半呢 我大哥在農村也不容地 他年輕的時候是那個隔骨樂班的 我原來就是隔骨樂班的 挺好的 那你現在你還 你還在那個圍圈嗎 今年不好 今年這個疫情吧 把我們這行都打 要不然的話 一年這個外外去上婚 一年也掙流流大大 一萬多個錢 今年這以後的形勢也不好說了 挺幸福的 他的晚年很好 我和他要再一起結合 好像是不行 本以為大哥的一技之長 能給自己加加分 但就是因為大哥說 以後自己這活呀 幹不幹還得看形勢 這讓大姐覺得 兩個人對未來生活的規劃 不太一樣 可大哥覺得 今天相信的結果 並不是因為這個事兒 如果我要是一把刀 給他拿出來四萬 幫他換幾個 他就是又有說法 你覺得大姐是因為這個 是 是的 就算不用你 他也能自己幹活還嗎 那就沒意思了 我們倆走到一起 我缺個伴 他要出去打工了 我不還是沒有伴嗎 大姐 大姐說了 大姐說是因為就是 你這以後你也沒有 他不想 就倆人天天都在家裡頭 就做著 大姐就是希望倆人 都點事兒幹 不管有沒有 在農村 就除了中文的名牙事 是不是 大姐也不會幹什麼 那你說 倆人天天在家 他幹家務 你在後面幹什麼 是 說的也有道理 也有 也有 大姐是這麼絕對的 假如說咱倆做個朋友 做一個最好的朋友 對 要說走到一起過日子 就是 就不能了 是不是 劉鳳林72歲 善偶居住地白城市 住房面積70平米 退休金4100元 我說 咱就這樣嗎 不穿個 有意義 是不是 咱穿一個 這是背心 家裡都有點熱 對 咱穿個小外套啥的 這個相鏡就利死了 因為紅娘來得突然 正好撞見了劉大哥 穿著背心在家的樣子 特別注重儀表的劉大哥 趕忙拉著紅娘參觀了她的衣櫃 她說自己乾淨力證了一輩子 老了老了上電視相親 更不能丟了面了 你看我這個 我個都指定板張了 哎媽可真是啊 我都板張了 這這麼 我跟你打電話的時候 我就感覺你可願意笑了 是 一直打的時候就 哈哈哈哈 對 就願意笑是不是 我外面沒脾氣 領導可得意我了 我現在都沒幹夠那份的工作 沒幹夠啊 那 之前跟我說說 咱那個鐵路幹啥的 幹啥 夜睡玩去 公園 咱就是工作 那不是相當於隨車到處跑 是不是 對對對 都去過哪兒 哪兒 出國 反正全國都叫我到 走到來 即便現在已經從白城 柯雲段退休十多年了 但是劉大哥還是特別懷念 當年跟著火車全國跑的那些日子 這是去外灘那時候照的 然後這是去布芳那時候 80年 哪有多年 我們都沒生了 這是我老伴 這是我老伴 這是我 那咋從來沒記過 你問過 沒吵過 沒吵過 吵過架 從來 我吵過架咋的 我一整三單位睡著 睡一宿 回來了 我說你還生氣啊 這就完了 這一輩子咱就殺人 互經互暗 這歲主啊 就四個字 互經互愛 互經互愛 話說當年劉大哥 是鐵路的正式職工 老伴出身農村又沒有工作 這些在外人眼中看來的不般配 並沒有擋住劉大哥 追求愛情的腳步 婚後的劉大哥 也是把互經互愛 這條夫妻相處之道 遵循了一輩子 可是十一年前 老伴的突然倒下 徹底打破了 他們老兩口的幸福生活 多發性南光山 最後眼睛看不著了 眼睛看不著 我就開始吃飯它 吃飯它兩年多一點 最後突發性 下碗吃飯 我燉燉鯨魚 天天燉鯨魚味道 專門吃當見那個姑姑 這才今天燉鯨魚 老伴願吃魚 不是 老伴說鯨魚對他身體好 我吃給一開始買幾隻魚 大鯨魚 大鯨魚 大鯨魚不有毛刺嗎 吃嘴裡不行 鯨魚 當見那個葫蘆鯨 沒有毛刺嗎 就吃鯨魚 再不是燒雞啥的 反正都是用 釣的法吃 完了突發去新港 到醫院去死了 人到老年 最怕的就是有一方先走了 留下自己 孤孤單單的在這個世間 老伴去世十一年 身邊的人至少給自己 介紹過好幾十個相親對象 可是劉大哥總覺得 差了那麼一點意思 我現在有啥要求呢 你說我跟你說 給我介紹多少個了 介紹多少個咋的 女的吧 水當尿褲的 水當尿褲的 我就看不慣那樣的 水當尿褲是啥樣 水當尿褲就像他穿那褲子 那就水當尿褲 不是 這是水當尿褲的呀 老太太穿的就水當尿褲的吧 那我呢 我這不是 你這不是 我是不是不算水當尿褲 就是穿成這樣 他就是水當尿褲 那不就水當尿褲 他也穿就是水當尿褲的了 那就是老太太穿水當尿褲的 你抽何眼不 你抽 抽何眼不 我還抽哪眼的 從水當尿褲 劉大哥說 之所以會對以後老伴的外表和穿著 所格外的有要求 那是因為自己本身就乾淨力爭了一輩子 別看對這些方面挑剔 但是啊 該大放的地方 劉大哥可是一點也不含糊 他掙多少我不管 我不管的那個事 他的錢他管 但是我的錢包 就是呢 我月月給你 給你個錢包的 對不對 我給你個錢包的 還用得這個呢 對啊 有的那個 那個就是 熟啊什麼的 他不認可 他覺得 那你看你 你來我這兒 吃我的 住我的 用我的 我還月月給你錢 那我是顧保母的 我還是找喜好 那不行 那你給他贏點零花錢 那眼睛開三千開八千 是眼睛事兒 你那不對 那你不大方的下 你就廣吃廣住啊 白家陪你睡覺啊 那講不講理啊 你起碼你給你點的零花錢 我就隨便給你一千塊錢 你就剩三千我不要 你給我掌子 但是我給你零花錢 性格隨和幽默 知疼知熱 又懂得換位思考 替對方考慮 劉大哥還真是一個 值得依靠的好男人 家住長春市的 翟玉華 翟大姐 同樣善良溫婉 兩年前老伴去世後 他的身邊就少了一個 可以為他擋風遮雨的壁彎 翟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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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歲 上偶 退休金2500元 住房面積70平米 我的要求太高了 咱們這個年齡呢 也達不到他的標準 這時候還得小的 還得比自己小 十歲八歲的 完了他就長得漂亮的 是不是然後 對還得時髦呢 你說 哎呀 我找這個老伴吧 主要他對我好就行 他脾氣好 拿我為重 完了呢 工資多少都無所謂 我不退他家 有多少錢 或者有多少房子 那都跟我無關 只要他對我好 哪怕我的工資拿出來 咱倆一起花 那也可以 脾氣好 對自己好 是翟大姐 在找老伴最看重的 兩點要求 她和劉大哥 無論從年齡上 還是性格方面 都特別合適 紅娘帶著翟大姐 特意從長春 趕到了白城 期待一下 今天的相親 會有個好結果吧 這老頭 這老頭在後頭上 好像挺老 還有呢 來來來 來來來 先在這做個自我介紹 這是劉鳳林 劉大哥 這是翟玉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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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大 稍微胖大 身材 怎麼說呢 反正要是跟我 這晚上就怕比 就跟我們家那個比 還是不行 要是不比吧 要是你講話 這個年齡端了 基本上都這樣 大哥身體挺好 我身體挺好 啥都沒有 真的 這個我這 進去旅餐 看著了 我說我這臭 我說這 怎麼說 我的毛衣好好的 我可不毛 我從來沒把毛衣 你說你 我說你 臭 臭 臭 我從來不毛 沒進門的時候 宅大姐看著劉大哥的背影 就覺得有點老 見到本人後 還是覺得跟之前的老伴比 外表上差了那麼點意思 同樣注重外表的劉大哥 見到宅大姐後 也是一點面子都沒給呀 不是 你咋不各 打扮打扮 我還少打扮 那我覺得我還行 我就看你穿著 這些打扮 打扮不起來 這兒 你看電視的 穿個七袍 亂七袍 當衣服 我一直都被啥叔叔了 他不想尿水燈尿褲的 我說 啥樣說水燈尿褲的 他說了 你們那攝像 就水燈尿褲的 然後今天來 你站著姨 你站著姨 然後結果今天姨 你轉過來 你也穿了一個這個褲子 跟那一樣 也是水燈尿褲的 這褲子吃毛啊 大哥你就不明白了 說 我就是明白啥是水燈尿褲的 說 你要這麼說 我從來都不穿老太太衣服 你看 他媽媽老太的 就穿大衣服 走來都不穿 還得睡不穿 那我沒回過你要求啊 那我自己不服 我覺得我打扮的 我穿的吧 我的裙子 一千多塊錢的 八十百的 你問他啥一件 他要是不行 那我就走了 對於劉大哥剛見面 就對自己的穿著 提出的質疑 宅大姐心裡 那是一百個不服氣 再加上本身 對劉大哥的演員 就差了那麼一點 宅大姐心裡 已經對今天的相親結果 有了答案 那麼劉大哥的心裡 究竟是怎麼想的呢 不想了解 這麼乾脆 對 阿姨 會過日子 然後本分人 我啥也不看 啥也不想 不聽我說的阿姨 第優點呢 不想看 也因為我都沒想中 我還提優點 沒用用 演員不到位 我就不提那個了 說 都這個歲數 這個歲數我才幹 顏值是好嘍 對 你天天在這個躺著我 天天做飯我就幹 我就這個性格 就這麼實在 對 就是就看顏值 對 顏值就是不行 我就也不想聊 對 也不想了解 對 就這麼乾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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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可愛呢 說 做朋友 做個朋友 普通朋友 行 那個是這個大姐嗎 對對對 對 就她呀 你像中她啦 她是白城的嗎 白城的呀 對 白城也是那個 逃北區的 對對對 你像中她啦 你像中她啥啦 哪一方面都行 哪一方面都行 啟行啊 各方面呢 哪一方面都行 哪一方面都行 要求老頭吧 必須得力爭著 庫線還得有庫線 腰帶還得在外邊找著 就是留在電視看著 讓劉大哥看完節目 一直念念不忘的這個女人 就是同樣住在白城市的 江秀妍 江大姐 那你心裡滿意的 我心裡滿意的 就是比較就是穿戴 就是有點像 有點文化水準的 對呀 就比較講究那種 比較講究 就是穿衣服啊 夜裡頭啊 胃腰帶露啊 好看的胃腰帶啊 嗯 褲線啊 我喜歡這種 要說這心裡在乎 就是不一樣啊 知道江大姐 喜歡男人穿衣服的類型後 劉大哥立馬就按照這個標準 換了身衣服 你比她大十歲呢 你說 是 那十歲的時候 那個在電視看年輕那個 四十八歲 上面全人練練還找二多歲 是姑娘的 那不再順手 就看臉兒 頭不頭緣 你不差歲數 那人家你不得問問人家大姐嗎 那對 大姐要萬一覺得你歲數大 對不對 是你是不嫌小 那我之前還介紹過一個七十三歲的 想找五十多的呢 對不對 對 那你問題是啥呢 你得看大姐呀 對對對 只要兩個人各方面合適 年齡並不是個問題 得知了劉大哥對自己的愛慕之意之後 江大姐對劉大哥的基本條件也很認可 尤其是劉大哥一直遵循的 互經互愛的夫妻相處之道 跟他的想法更是不謀而合 你看 咋樣 挺好 我一看這個 臉面都挺好 對 看得挺好 那挺好 一看臉 這麼厚 您好 那眼睛把文打開給了 來 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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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見到了你的心上人 是不是 洗了沒換到 沒有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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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見到心上人 給我介紹了吧 來 電視看見 看見 看見我了 看見了 看見了 你的眼神大個膽子 大個膽子上去 雖然你在電視上看那位移了 但是他姨姨沒見過你 我還是正式介紹一下的 這是劉鳳梨 劉鳳梨 大家好 劉叔 這個是姜秀妍 對 你為我們這事 還要是為老年 我真的沒事 背著他 你差多少 這是老年人的姓流 你這樣呢 背了一次了 背了一次了 不行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是要過河太少了 是不是 我們打算 這個年輕人為了 我把你的心上緣給你領來了 然後我就沒有用了 是不是 這個賊幽默 他特別幽默 你準備要是 萬一要是行 你怎麼生活去 你還是生了 A字 還字 那就A字 哪有A字的 就是你還要 又成了害我A字的 哎呀媽 你吃你的我是我的 對 就是咱的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就是有的人就不是啊 有的人就不是啊 有的人就傻呢 哎呀這個 你不能花我的 你知道 有的人就傻呢 你吃我的 我也難受 我喝光我 就把工作全部交給你 那不行 有的人 特別說鐵路人 特別是 鐵路想哭我是不是 鐵路想哭我是不是 沒我說 你自己 雖然姜娜姐問得比較委婉 但是見多識廣的劉大哥 一聽就明白了 以後咋過日子 他心裡啊 早就打算好了 比如說咱倆要成了 我怎麼呢 跟你說呢 跟你說什麼呢 工資吧 我一個月 你開多少錢 你就開一萬 咱比如說 我也不要你的錢 我月月呢 給你一點錢 給你多少呢 給你多少呢 這就你說 剩下的呢 完了 就是我油鹽醬醋 我是東西 一切東西 我來買 我就這麼想的 我是怎麼看的呢 要想正經報的過年 女人比較細細 所以說 東北乃至全國 掙錢都不得交給媳婦 以前你們過那多年 你們咋過呢 我管錢 你讓他對他們 老闆說 你管我可不管你 你三萬都已經你買了 老闆說我不管錢 你 錢沒在一起 心也沒在一起 你總拿我當玩意 我也拿你當玩意 我覺得生活就是這樣的 對 男人你負責掙錢養家 女人你負責貌美如花 統一的都是和我管理 管理就完了 咱們該買啥 還咱來一起去買啥 就像實際上要親兩個我似的 家人 就明白了 我都明白了 對 沒當我當家人 這好像老房子似的 就是這樣 就是我管 這就完事了 4100塊錢 全都交給你 交給你了吧 萬一有大病我住院了 叫他拿錢 沒有錢 就我兒子問他了 那我爸那個 一月開4100塊錢 交給你了 那我爸住院錢 你咱還沒有 那那都生活都花了 沒法說 我這麼的一月交你 一千塊錢 我還剩三千塊錢 咱你說 吃喝拉撒算 我一月裡一千五塊塊錢 我一月裡 賺一千塊錢嗎 我起碼到醫院 我住院的 門檻的錢 我能交上去 對於已經掌握了一輩子 經濟大權的劉大哥來說 把錢全部交給女人管理 自己多少 還是有些不習慣的 江大姐這邊呢 也很是堅持自己的想法 如果不掌管經濟大權 自己的心裡就是沒有安全感 相親現場的氣氛 頓時就陷入了尷尬當中 因為啥你本來的錢就少 就這麼一點錢 你一想買這個 他買這個 不統一 這錢根本就不夠花了 一共十千 一共開十千 哎呀 面對劉大哥的果斷拒絕 江大姐這邊突然又欲言又止了 此時此刻 他心裡又有了怎樣的變化呢 這是生活 這是檔次還是 生活檔次還是水準的還是低 比如說咱們今天去游泳去 洗完澡游泳 然後咱們除了 然後咱們小客一頓 小客一頓 你就是這麼大歲 就是一樣的小客一頓 他那心再低些 接受不了 他說這 洗完澡上飯店吃點 要點菜啥的 我接受不了 我從來不上飯店吃 他說就別談了不行 他就所有的觀念 還是說 還是說太老了 就是 我就是 可以說我現在 我就是所周所為 我根本我不是我自己 我跟我的同僚人 我從我的心態 到我的體態 我真的完全 我們也沒有那麼長老 那麼 我非常陽光 你覺得你的心態 像多大歲數 我現在覺得我心態 像40多歲 除了誰掌握經濟大權 這方面 兩個人沒談龍以外 江大姐通過幾番交談 愈發地覺得 她和劉大哥之間的生活方式 也差距甚大 江大姐跟紅娘說 她伺候之前 高位結婚的老伴整整七年 受的苦 遭的罪實在太多了 現在老伴去世了 兒子條件也好 還知道心疼自己 所以她現在就想過幾年舒坦的日子 之前還對江大姐 特別有好感的劉大哥也覺得 眼前的江大姐 和她心裡想像的相差甚遠 不是那麼佼佼佼人 在電視看不是那麼佼佼 今天一看一通過 又啥我說說 別鬧了 到時接受了你 我啥都明白 她說每一說一句話 都給她翻出來 在大腦早就給她翻出來 這事多了 但是有這些條件 我打得了 對 我達不到人的要求 對 我現在就跟你正義說 我達不到人家 再從電視上看到江大姐 到心裡迫不及待地想要見面 再到主動地提出結束今天的相親 劉大哥對待感情很是積極爭取 但是在原則的事上也絕不遷就 但是說你咱倆今天就不能成也不能成 對 但是誰跟著我絕對相符 那是是是是 那是我相信這一點 我相信這一點 種飯 炒菜各方面 沒有一樣不會 對 我相信這一點 姑娘 別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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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今天相親的結局很遺憾 不過劉大哥表示 好不容易遇到了心仪的人 自己努力過了 至少就不後悔了